我们刚从儿童医生那里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在车上等爸爸 爸爸去给他拿那个退烧的那个了 然后我们今天刚打了第一个疫苗 在德国这边第一个疫苗就是是那个吃的 是那个轮状病毒就是防止腹泻的那个 然后所以医生说有可能会发烧啊 然后会肚子不舒服啊之类的 所以给了一个那个退烧的屁屁 塞在屁屁里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在等爸爸 这个小家伙还在睡觉的时候 大概七点的时候我就把他拉起来 喂了喂他 因为这个就是打这个疫苗的话 是前后大概一个小时 最好不要喂奶嘛 然后我就七点的时候 把他拉起来喂了喂 他还在困的状态 看我们今天 也不是第一次出门 但之前出门他都特别闹腾 他那时候还太小了 今天马上三个月了 然后出来你看他一直看着那个那个小天窗里面 一直看着外面 我们要不要去艾迪卡 你看他一直在看那个外面 他很好奇 我刚才在电梯里面 徘徊了好久 我发现我脑子真是不好使了 嗯 我我是想按零的 呃 但其实我们家住的就是零层 然后结果不小心按成了一 然后我就上去了 然后上去了之后 我又按了个零 我我以为我应该从零层出来 其实我应该按一 才能从那里面出来 我在电梯里面 推着这个车 上去下来 徘徊了好久才出来 我这脑子真是不好使啊 今天太阳特别好 然后我们推着他出来逛逛 也不是特别的冷 然后刚好去那个艾迪卡超市买点东西 一直在看那个外面 小可爱睡着了 在家白天都没睡这么长时间过 看一下今天中午 老公的杰作 你不在床上好好睡 就要在小吃车里睡 看我的颈纹特别严重 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我胖 我现在今天是礼拜六了嘛 然后我老公在家带刘小亨 然后我要出门去溜达溜达 今天是妈咪放松日 然后有一个妈咪看到了我的 那个视频 然后我们加了微信 她也在慕尼黑 然后她把我拉进了一个群 是沉寂拉面群 然后我进去之后发现她那里面 就是她那个饭店里面还卖千层蛋糕啊 然后一些什么肉松卷呀什么的 然后今天中午我就定了两个千层蛋糕 然后因为之前我不是自己在家做千层蛋糕 然后一直都很失败嘛 然后 所以我就今天想去买两个千层蛋糕 然后之前我说要做给老公吃的嘛 然后她说因为她没吃过千层蛋糕 她就说这千层蛋糕怎么那么难吃啊 其实是因为我做的很烂 然后我就想今天去买两个千层蛋糕 拿回来给她吃 然后顺便去逛一逛 好就这样 因为最近国内疫情比较严重嘛 然后之前本来我妈妈要来的 就是我婆婆走之后 我妈妈说她要来的 结果她的签证被拒了 后来我们就说 就是幸亏她签证被拒了嘛 不然就是她到时候还要再过来的话 就还要坐飞机啊 然后就是去那种人很多的地方嘛 就觉得也不是很安全 然后今天我出门 我老公就再三叮嘱我 你掉去 就是不要往人堆里扎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不要看别人 然后怎么怎么样 因为我在慕尼黑嘛 然后德国发现了几个疫情 几个病例就是刚好在慕尼黑 所以上一次我出门去办言签的时候 我老公还让我戴口罩 当时都没有人戴口罩 然后我一个人戴着口罩在那个车上面 就感觉别人看着我 就很尴尬 今天我要去的是 马利亚广场 那个饭店在马利亚广场的下面 马利亚广场有一个Coffoff 是Coffoff吧 在那个下面 然后最近生完之后 我现在在等车 然后生完宝宝之后 就是这个脑子就特别不好使 都说一孕啥三年 我觉得说的真是非常的对 我觉得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生理原因 就是生小孩给身体带来一些变化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睡不好觉 就是你每次要喂奶呀 然后怎么怎么样 现在我宝宝是晚上就要三个月了嘛 到三月四号就三个月了 今天是二月二十几号 已经二月底了 现在他晚上睡觉还比较规律 就是睡三个小时醒一次 然后你喂喂奶 他就又继续睡了 但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就非常温暖 他夜里几乎不睡觉 然后白天就也不怎么睡觉 就一直哭哭哭哭 马利亚广场 依然很多人 很多游客 在Kophof地下一楼 我就坐电梯 说是在海鲜市场旁边 沉寂拉面 我第一次去这个店 八本 夜使怎么睡觉 在三楼里 的 鱼大 鱼大 空 就是上坡用大理石 诶 怎么会这样的 好吧 吃 吃进入一碗 这个是肉松卷 这一个肉松卷是四块五 我要去喂奶了 今天我们要给小胖子理发 小胖子非常长的头发 现在国内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已经是二月二龙抬头了 我们可以理发了 开始 先把它抱到那边吧 我就是用我在亚马逊上买的这种 专门给宝宝剃头发的 来 这是六毫的吧 板面是三毫的 好 来 衣服要不要解开 这已经还穿了 一会洗完一会一洗澡 这个衣服就换了 毕竟洗澡了 开始啊 你怕 我害怕 小胖子 小胖子 妈妈第一次给你理发 妈妈第一次给你理发 不放 女孩 女孩 小姐好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